岁末年终为了让长辈都能够过个好年 台泥企业发起了送爱到家的活动 找来志工协助华山基金会关怀的独居长者杨阿公 除了清扫家中的环境 更是准备了预寒物资给阿公 而这写的一手好毛笔的杨阿公 则是现场辉豪春联回赠给志工们 感谢他们的长期关怀 一早志工们集结扫地 替独居的长辈来清扫家中环境 独居的杨阿公过去都只能够一人打扫 而台泥的志工们趁着岁末年终之际 来协助阿公大扫除 更送上毛毯及燕麦等物资 希望让阿公感受暖暖的过节气氛 我们很多员工其实也是 第一次参加志工访式的活动 我们都是来采那个自由报名 我们这一次的房事服务主要 会有大概五十几户的长辈 都会由我们台泥志工 去做关怀房事的服务 那未来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很多 企业内部跟外部的一些志工的服务 希望能够带给社会一起做更好的事情 很欢迎 还没有看到这么多人 我一世人都没有看到这么多人 很快乐啊 就这样子 我们来跟我们 刚才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些 我的环境里有更不恰当的地方 他还需要整理一下 守护在地孤狼 爱老家医我愿意 受到疫情影响 台泥举举办送爱到家的活动 从中秋节延到现在 剩下一个多月时间 刚好就要过年 这一次也透过与华山基金会合作 来访试许多独居的长辈 对此长辈们也都感到相当开心 而写得一首好毛笔字的杨阿公 更现场辉豪 感谢友妮四个大字 来回赠给辛苦的志工们 心中喜悦 毛笔字也在喜悦啊 很高兴啊 还有这分享呢 分享喜乐 分享文化 分享芬芳 阿公他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 那他其实在我们很多的 那个文艺的场合 其实都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中营 过年也快要到了 那我们希望就是在他们的 这次的环境清洁当中啊 也是提前帮长辈整理环境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好过年这样 基金会也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宣传 在年节前夕 替许多独居的长辈们 来募集年菜 好让他们也能在过节时刻 感受佳节气氛 得到社会更多的温暖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